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日突破100宗 政府昨日宣布一系列的加纳措施 包括由星期三凌晨开始 全日禁止堂食 限聚令由4人收紧至2人 室内外都强制戴口罩等等 为期7日 抗疫措施加纳 政府亦收紧豁免部分入境人士 强制检疫措施 包括暂停所有客船 以及没有在香港处理货物装社的 货船船员换班 其他负责货物装社工作人员的 检疫安排也会收紧 回答回到香港疫情爆发初期 即是1月23日 当时出现了第一宗确诊个案 政府在7日后才宣布局部封关 但当时病毒已输入本港 爆发第一波疫情 去到3月初 当时全球疫症大流行 香港陆续出现了一些由英美等输入的个案 政府去到3月19日才宣布要求 由英美等地区回香港的人 要强制检疫14日 但当时已出现了酒吧群组等本地个案 爆发第二波疫情 到今次多名专家在月初已警告 包括袁国勇、许树昌、梁卓伟等 就说豁免部分人士检疫会出现漏洞 会导致第三波疫情爆发 而政府上星期出稿 说这个说法是误解 到今日食物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接受传媒访问时 终于承认第三波疫情源头来自豁免检疫人士 是有实证支持 而在昨日的政府记者会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两次被记者追问 会不会就着今次的大爆发道歉 他强调香港需要靠外地供应物资 豁免检疫是有实际的需要 说政府的措施是张持有道 希望大家理解 有时我们的政策不是前流不一 其实是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 张持有道 哪些时候我们可以宽松一点 这些时候认为可以收紧一点 这次我们正在抓紧 抓得很紧的了 究竟是否张持有道 当大家周围找地方吃食物 周围找地方去吃饭的时候 可能都心中有数 抗疫措施是否一事同仁 公平公正 标准是什么呢 当抗疫措施收得很紧的同事 今个立法会选举入门的一幕 又是否会收得很紧呢 立法会的提名期到今个星期五截止 到昨日7月27日下午5点 选举事务处一共收到 1801份提名表格 至少有16个参选人 收到选举主任的来讯 要求他们解释政治立场 收到信的全部都是非建制派 那样问题亦比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多 不再只是问对港独的立场 亦有问到其他范畴 包括是否对港区国安法反对 好像选举主任会问参选人 曾经公开反对港区国安法 是否原则上反对香港特区政府 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等等 选举主任给部分参选人的信 亦有问到 参选人曾经表明否决所有政府议案 撥款或财政预算案 以逼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 问他们这样做 是怎样可以符合到 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特区政府 其实立法会议员的职责 在立法会的网页都有列明 写明包括制定法律 批准公共开支和监察政府工作 而这个权力其实是 基本法73条附语 条文写明 立法会的职权包括制定、修改、废除法律 根据政府的提案 審核通过财政预算案 以及批准税收公共开支 中联办曾经在民主派初选之后 就发表声明谴责过 说否决预算案的行为 涉及到瘫痪政府运作 已经涉嫌构成了 港区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 但基本法第50条也写明 如果立法会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 或其他重要法案 经协商仍不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话 行政长官可以解散立法会 另一个我问到的问题 就是是否仍然有意 请求美国及其他外国政府 对香港实施制裁 其实自从上一届立法会选举开始 都有参选人因为政见而不能入閘 先不讨论选举主任的权力 是否包括审查政见 若然本署选举公平及平等的原则 是否所有参选人的政见 都应该受到选举主任的提问 而不是被人觉得只是针对某些参选人 有时事评论就说 看到选举主任的信件 预计到今届被取消参选资格的规模 是会比以往大 不过同时间 今日就有消息传出 由于疫情关系 政府最快会在星期五决定 是否押后选举 背后的考量又会是什么 距离9月6日立法会选举 还有大约6个星期 但香港的新型肺炎疫情 就遇上前所未有的大爆发 今日就有消息传出 政府即将宣布押后选举日期 可能是要一年半载之后 才有投票日 疫情之下 押后选举是否明智之举呢 今日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包括是行政会议成员 亦都是民建联成员的叶国谦 你好 亦都有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亦都是公民党前主席陈家乐 大家好 押后选举是否事在必行 现在来说 我不会用行会的身份讨论一个问题 事实上 今天有些传媒说 今天行会开会等等 在这里我很清楚表达 我没有听说会有这样的会议出现 我个人这方面的看法 我很清楚觉得 在现时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大家都看到投票的人 他们都会有很大的担忧 大家都看到正正是七一的一些游行 以及一些所谓初选 跟着来带来的这种这样的 连串的社区爆发 都大家很心寒 trafficking 判断吗 泰瑟 那些其實是最高封現,你不去說 你必須講七一遊行,再講民主派初選 整個沒有證據就勉強把這兩項人拉過來說 到今時今日我們見到的連今日 陳兵始局長也要承認科學的證據 是政府那幾十個豁免項目 針對香港境外的十個 針對澳門、台灣、中國大陸的第三個豁免項目當中 是有漏洞的 你不說這些 所以說責任的話 政府責任最大 大家心水清的都知道 其實大家在考慮選情 你在考慮選情 請你自己考慮清楚 他們自己進行的 在有關法律下 我們在現在的安排 他們有一個聚會 這些聚會 這些聚會是合法的 合現在的法例 現在你看到 其他國家地區 1808個地區 六成六的都已經 將這些選舉退後延遲 那是做什麼 你自己看了報告沒有? 你自己有沒有看過報告? 還是你都是二手看別人的資料 我當然了解過一些情況 這些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都會考慮清楚 在什麼情況下 使出選舉 每一個投票的選民 人生安全 我們要這樣考慮 現在我們連提及都要 出去戶外 都要做很多措施 兩個人走在一起 超過都會犯了限聚力 是這樣的情況下 你都沒什麼看報告內的內容 我都很諒解 你過人時亡 是嗎? 我相對時間比較多 做研究的 由今年疫情爆發 到7月26日 剛才說的六成的押後座 有部分已經做了選舉 有53個選舉已經完成 絕大部分是換屆的選舉 還有全民的投票 全國性的全民投票 這個情況 你要記住 是正在發生的 新常態下 大家都要做一個判斷 你說香港沒有準備 這個就要小心一點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官員 去了政制事務委會 有解過的 在疫情下面 怎樣做好票站的防疫措施 有什麼行為守則去建議 有什麼可以保障到 這個票站的工作人員選民 有說什麼呢? 就是排隊的時候 那個社交距離 有說的 每一個人入票站 都要戴手套 要消毒 要戴口罩 防疫措施等等 這些其實 世界各地都有不少豐富 而有效的經驗 是給我們借減 我對周成先生提出 要等多久 提出的是 要押後一年 我覺得很認同這個觀點 就是說我們都有一個 你說一個短期 我們沒有可能會有一個 水晶頭 明天已經完全沒有了 但是我們都要有一個 時間上面的考慮 如果提出一年 這個 我覺得會是 大家看到 澳運 日本奧運 舉辦奧運 都要延一年 大家就很任意地 不是任意的 隨便講一個日子 不是任意的 再加上 立法會 是有任期的限制的 可能你和我都知道的 基本法的69條 是說明任期是為期四年 對 對 對 那今屆第六屆 立法會去到什麼時候 哦 這個已經結束了 對 已經是隨著的 沒有 你說一年 一年可以怎樣做呢 有人說 緊急會議 一年是空檔期來的 這是肯定的 我們要處理這方面 就要在這方面的處理 但是 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為什麼沒有答案呢 事實上 是可以按照現在的立法會條例裡面 就是說 當有緊急的情況之下 行政長官去要求 這個剛剛卸任的立法會主席 可以召開特別會議 處理一些特別的問題 過程之中 有很多問題需要處理的 包括 財政議事案的批准 因為你要停的 你是不是要用這個方法去處理財政議事案呢 都是要考慮 會不會犧牲了三權分立 對於這一點 香港就沒有參與分立的 不要承認這個 香港來說是一個行政主導 你說要延一年 假設這樣的考慮呢 這段時間 基本上 立法會是停止運作的 停止運作的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去召開特別會議 這個肯定不理想 我們不希望看到 疫情 大家都緊張 但是用疫情來破壞憲制 來扭曲憲制 來剝奪香港人應該有的選舉權利等等 這個其實是很不值得去支持的 我們自己每一個都應該按照現有的香港的法例 我們去考慮 怎樣面對這麼大的疫情 怎樣面對現在這麼大的危機 又能夠履行到我們一個 每一個主要工人的憲制的責任 多謝兩位今天談了這麼多 除了疫情之外 中美角力之下的國際新形勢 亦促使香港要重新適應 較早前 美國宣布不再給香港特殊待遇 會怎樣影響到香港的科技和學術發展 美國宣布不再給香港特殊 總理事館 中美交互身處甲縫之中的香港無法行免 兩個禮拜前 美國宣布會將香港和內地一視同仁 終止香港享有的特殊待遇 而早在上個月底 白宮已經宣布即時停止出口 美國國防裝備到香港 亦都將會限制軍民兩用科技的出口 在一些數據中心 或者電訊箱 或者互聯網供應商 後面他們後台 其實會有一些 仍然需要用一些很大型的 包括路由器 我們一般叫交換器等等這些設施 這些通常都包括一些比較主要的供應商 都是來自美國的 所以這個方面 我擔心他們會受到的影響比較大 黃乃光認為 一般的電子產品 例如手機 家用路由器 應該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從事科研的電子公司 和大專院校 就有機會被波及 本土的電子公司 未必很多 但是仍然有部分 在香港會做一些部分的設計工作 將來會不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是有可能受到影響的 大學等等做研發的 做一些電子 晶片方面的設計 那方面 是會受到影響的 年半前 我們採訪過理工大學 兩間國家重點實驗室 當時 美國仍然視香港 在與內地分隔的獨立關稅區 一些高科技儀器 可以輸入香港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本身 科研發展是有很大的好處 我們自己本身分中心來說 我們都買了幾套 美國的先進技術 當中其實有些條文 我們都看到 就是那些儀器 就不能再轉口賣去中國 我們那些賣賣文件裡面 都寫得很清楚 我們開設成立瘟的時候 我們都引進了一、兩台 美國公司 立米級超微交工設備 當時 美國領事館 當初 賣給我的時候 他每年都要派人 看看我們這部機器 還在這裡 香港現在會被處理 同樣的地方 中國 沒有特別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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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責任 沒有責任 在26間國家重點實驗室 美國宣布新措施之後 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包括志志明 在香港大學化學系的這一間 我不能夠說沒有影響 但是 這個世界是要這樣走 你便自己 因應這一方面 我的說法 不是說 他都已經決定了 你可以做些什麼 以前我們去買東西 我們會說 美國會供給我們 歐洲供給我們 你不便宜我 我就會買那些 現在很可能 如果他真的 變成我們那個 以價空間的能力 就有些 但是暫時沒有見到 希望將來沒有見到 美國禁止敏感科技 輸入香港 志志明並不擔心 但他都認為 有些儀器的確比較敏感 包括這部正進行 投標採舊的 超快激光系統 Ferm2-second Ultra-fast Data-optical parametric amplifier 因為它可以 採取很快的訊號 以及激光 你問會否有軍事用途 你可以互游的 你什麼都可以說是軍事用的 有什麼不可以 這個很籠統的名詞 杜偉良 創辦過多間科研企業 他說七年前 在香港成立過一間電子公司 生意包括 將日本、美國軍用冷氣的電源 轉秀去發展軍用科技的內地企業 軍工工廠最主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供一些冷氣系統裡面的電源 我聽客人說 最主要是用軍艦上高的冷氣 以及裝甲車的冷氣 以前以往都是很直接 跟日本廠、美國廠訂 都可以進口進來 收貨就在香港收貨 然後報關都是電子零件 然後就會送回去 他有問究竟最終用途在哪裡 我們當時也會問客人 那客人也會說 我們要用研究所的名義去做 之後我們也會問他 為什麼沒有跟我們繼續買 2014年之後 他自己也說 因為海外的零件特別貴 也有機會隨時人家不供應 所以他們當時也力爭 也不只是軍工 我知道其他行業也是 他會盡量將一些海外 或者外國的機器 也好 一些設備也好 因為本土化 全部用回本土設計的東西 不管成本也好 供應鏈的穩定性 都比較好 他現在是香港一間 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公司嘗試用魚的杯胎 取代傳統動物進行毒性測試 應用在食品和化妝品上 這項技術取得國際級的發明大獎 他們希望走前一步 晉身成為檢測技術裏面 國際標準的制定者 華為在5G領域上 他有自己一種制式 一種新的技術方式 都是5G 等於我們一樣 我們在乳杯胎測試上 我們有我們的獨特方法 你看到這個主導權的審批 是在外國的機構裏面的 我兩年前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當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份 他說為什麼你要幫一間中國公司 去製造一個不適合的優勢 即是真的當著我面這樣跟我說 我們做標準制定的時候 那些會議很嚴苛和很難聽 有些是racist 我的科學家甚至在電話討論上 有些是想哭的 被人罵到 我們會擔心在現在政治氣候底下 會變成為何我會幫一個 好像敵國 去製造一些標準 將來有機會去欺負我們的 譬如我只是說 滑滑化妝品 你想想多大的市場 如果我做完這個標準出來之後 然後去檢查一些美國產品 然後我發現到美國產品 裡面有些未必那麼好的結果 他就覺得自己捉蟲 會的 我們絕對會擔心 所以我們都很低調 一邊去推展 中美敵對的政治氣候 除了影響香港科技發展 也都蔓延到大學校園的人民交流 美國這次的制裁 就包括兩項學術活動 中文大學校園內有個接收器 俗稱UC波 用來接收衛星數據 監察颱風、海嘯這些自然災難 是中大一個研究所和美國的合作項目 現在被即時終止 被終止的還有 富布賴特交流計劃 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 這個計劃由美國資助 已經有74年歷史 在160個國家或者地區運作 資助過39萬人跨國交流 包括60個諾貝爾獎得獎者 我覺得很無辜 其實也不牽涉貿易 也不牽涉政治 純粹學術 特朗普說要取消 就是當初攀學 讓大家知道 學術對於這個世界的政治發展 完全沒有關係 你不去搞政治 政治也可能會搞到你 我在政治學讀書的時候 我第一科行政學的科 老師就是Fulbright Scholar 教得很好 也很吸引 所以我現在研究的專長 也是公共行政的 主要因為在他身上 得到啟發也有些感受 所以最後就決定了 將公共行政作為我的研究方向 所以現在突然沒有了 覺得我自己受惠 我也想我的學生受惠 黃偉豪當年的啟蒙老師 是Terry Cooper 1988年 他獲得 庫布萊特交流計劃的資助 來中文大學做交流學者 為期一年 被共有的措置 不知了 他不是說 我還說 我還不是為了 我還不知道 我還不知為 他們做了 只有 這個 中共 現在 我們 在那裡 我們是對Fulbright的項目的 就是致上世界的 讓我們能夠建立共同理解 和避免有關的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 川普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我不會說這次公開 我覺得項目的項目是一個可憐 現在最令人擔心 不僅是政治和學術好像沒有分界 總之他覺得喜歡制裁你就可以制裁你 遲些再進一步 會不會我們去外國開會 他都可以不批簽證 純粹學術的交流 這個像當時冷戰 我們大家沒有交流 沒有任何交流 因為我現在要圍堵你 我現在的冷戰 所以我不跟你有任何接觸 所以我很怕我們會重新回到局面 大國局勢和香港時勢都持續多變 港大校委會今天開會商討 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的教席去留 最新消息說 港大校委會大比數通過了解僱他的決定 而戴耀廷都在自己的社交網站證實了這個消息 說這個決定不是來自他自己 亦都不是來自校方 而是港大以外的勢力透過他的代理人作出 他又說這樣做是標誌著香港學術自由的終結 過了今晚12點 大家的生活亦都會有新的變化 食市全日禁止堂食 在戶外工作的你 想到拿著飯盒在哪裡吃東西 會否考慮一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的建議 工作期間去郊野公園開餐 提起大家 限聚令收緊到兩個人 違反的話可以被罰款2000元 而今日香港新增了106宗的確診個案 亦都再多一個人離世 累積已經有23人因為這個疫症死亡 而消息說亞洲國安館 亦都將會用在社區治療中心 最快下個月初就可以接受第一批病人 隨著疫情越來越嚴重 大家都要注意疫情的發展 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自己的健康 注意個人衛生亦都減少外出 今天到這裏 下集再見